大家好,歡迎收看《要塞財經台每週一股》的環節 逢星期五,我和Harry,來自研究部的分析員,謝先生推介一隻股份 Harry,你好 你好,Janette 不如跟進上星期,你推介哪隻股份 編號874,是廣州藥業,但在較早時份,集團宣布改名 改為白雲山,下星期四會正式生效 你推介白雲山,編號874,股價向好,亦跑盈恆子 整個星期升了一元,升幅有3.5% 看回當時你推介給我們的賣入價,就是28.2%左右的水平 都真的買了,現在來說也有不錯的利潤,跑盈大肆 怎樣部署好呢?亦都很快出業績了 如果你本身買了這隻股份,我都覺得不妨可以等待業績出現 再做部署,現階段來說,我都在衷敬,跟白雲山藥業方面 廣州藥業已經成功合併了 對於來境的衷敬,尤其是黃老吉的銷售情況 亦都做得比較好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業績應該比較好一點 但問題是,如果你是未買的話,在現階段這個價位 我就會等業績表現先 你都見到,由於合併的規模比較大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計算增長,或者本身市場怎樣去評估 今次兩間大型弱企合併之後的一些看法 可能都會比較難去分析 我都會覺得以散戶的角度來說 如果你未買這隻股份的話,不妨等待業績 可能出了某一部分的大廣報告,看看市場反應 才再作部署,現階段來說 純粹計算中線投資,我都會覺得 集團本身在中醫藥那一篇的業務 以及本身黃老吉的業務,兩大範疇 都是一個很高增長的引停 我都會相信廣州藥業,或者現階段叫白雲山藥業 未來的中線前景來講,我們看得比較正面 好,謝謝Harry 來到全新一個星期,今天跟大家推介給你的粉絲 是的,我都記得先前跟大家推過東風 我再去看當中不同,尤其是內地汽車的一些消售情況 或者當中的數據來講 我都在那裡掘到一些,譬如說 汽車代理的一些本身的股份 發覺他們的本身份業績表現 亦或是未來的增長勢頭 都保持得挺好的勢頭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隻中星控股881這隻股份 如果大家熟悉,汽車代理都是做一些4S的業務 中星控股主要會做一些豪華類型的汽車 代表本身的發展勢頭 或者本身的銷售表現,我都會看好 這隻股份,我想大家都不會陌生的了 股價方面,今天就靠找到升一毫子部10.26元 至於汽車代理,我都看看有哪幾番 最主要都分開兩大業務 第一,最主要是核心業務 賣車方面,汽車銷售 以及售後的服務 我們所謂的after-sell service 我都看看,買甚麼牌子的汽車 可以說都挺廣泛 由低至Honda,上至林寶堅尼等等 但如果買Toyota、Honda 都會選擇一些比較高檔的系列 不是價格都會買 另外,售後服務都值得大家關注 我們看到代理的品牌當中 中星主要,大家所熟悉的是Benz 內地叫Benz 另外,Toyota高檔版本 Nexus方面,亦是集團主打的品牌 亦會有Audi方面的品牌 如果看豪華車的銷售 比起中高端汽車銷售的收入佔比 是比較大 中高端,他們都會選擇 例如豐田或本田裏面 一些高檔的SUV去銷售 如果集團主要的範疇 經營4S店,他們都在賣一些比較貴的車 另外一方面,除了本身 汽車銷售、經燒這方面 毛利率不是那麼高 但本身我都會看中它 一些售後的服務 尤其是看到豪華類型 汽車的售後服務的毛利 或者增長的水平 我都很憧憬 下半年都會有良好的增長勢頭 分為三大利好因素 先和大家探討 第一,集團控制成本得宜 所以都可以推動到 集團的業績表現量 第二,他們的售後服務做得非常好 可以推高到未來集團的毛利表現 第三,擴展分銷網絡 開店多賣更多的車 以及入入不同新車的品牌 我們不如從大環境方面看起 不如看看現在內地豪華汽車市場的分析 我們看到螢光幕上 分別用橙色和藍色 代表汽車的銷售數字 首先,淺藍色方面代表2012年 而橙色代表2013年 很多月份來說 都看到橙色那條巴 就是明顯跑贏了藍色那條巴 不過尤其是看到頭幾個月 今年的1、2月來講 似乎那個表現就真是一般 其實都可以解釋到 就是因為吊月代事件 現在純粹是豪華車來說 我覺得除了吊倒事件之外 主要的原因就是打貪的情況 其實如果你看看豪華車的銷售情況 今年開過頭就開得不漂亮 其實本身 如果你看看華晨這些股份來說 在頭幾個月 開頭1、2、3月的時候 股價表現都做得很差 但我們發覺其實本身 無論是華晨主打的保馬 或是現在中興有去賣的 Benz、Lexus、Lexus這些股份 這些豪華類型汽車 其實都看到銷售情況 提升程度很快 特別看到 如果你說純粹是豪華車的銷售情況 由於保馬本身 其實也都在3月的時候 推出了他們新的三系這款的汽車 也都在內地是大受歡迎 我們看到銷售增長 很明顯是從3月開始 也是攀析得很快 如果計6月來講 按年的增長幅度 純粹是銷量來講 其實有30%的增長 這方面是一個很高速的手機頭 亦都跑贏了整體的乘用車市場 不要忘記本身乘用車的市場 大概是10%的增長 這方面除了7月8月 甚至是較後的時間 其實看到新車的銷售 看到有新品種的汽車會推出的話 這個良好的勢頭 我覺得可以保持得住 亦都可以看回中興汽車 作為其中一個豪華車的 或是一個銷售的持份者 我都覺得會有利好作用 好 憧憬在數字上都可以一直攀升 不如看看業績方面的數字 分了四大範疇 首先看營業收入 按年變動1.5%的升 去到246.09億人民幣 之後看順利是升3.2% 表現都非常不錯 接近5億元人民幣 每股營利升3.7%到2.6% 而日利率方面 升0.49%到2.16% 首先看到順利大數方面都不錯 但營業額好像升得很少1.5% 這盤生意好像不是有這麼大的增長 其實我們看到 頭半年由於剛才所說到 代理的品牌都有一部份是日本的汽車 其實如果看回不同日系汽車的股份 例如東風的表現 或者不同廣氣的表現 其實我們都看到營業收入 在上半年都有一些釣魚島事件的尾聲影響 所以營業收入方面只是微增1.5% 其實本身日本汽車的銷量下跌 被售後服務的毛利率攀升抵消了 所以營業收入仍然有上升 但我覺得集團的順利做得很漂亮 特別看到內地汽車的品牌 或者汽車代理市場競爭相當激烈 集團在毛利本身的順利方面都有三成一的增長 其實我都會覺得在管理成本 或者控制開支方面 管理層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也都見到每股盈利都可以提升到36% 這方面我會看好中升下半年的增長動力 在順利增長之餘之外 其實也見到營業收入 我覺得下半年真的可以重新 應該說跟不同的細數去看 下半年我們見到毛利率 或是大家會留意的平均存貨 或是銷售的分銷開支 這方面都給予一個正面的訊息 我們見到以往汽車代理品牌 特別在上年來講 其實也見到存貨問題也積壓住在 尤其是見到內地經濟跌下來之後 其實汽車銷售特別在豪華車銷售的存貨問題 的而且確為之市場有個擔心 現階段來說 亦都落到48.3天的平均存貨周轉天數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健康的水平 因為本身對於汽車品牌或是汽車銷售來說 我都不建議一些公司在存貨上保持得太低的天數 另外一方面 剛才所說到 就是本身的代理方面 其實業務的競爭性也相當高 集團亦都可以在毛利率上有個微升的趨勢 9.4%不是一個那麼高的數字 但我都會憧憬 未來我們下一個項目也會說到 就是after-sale service 即售後服務方面 會推動到毛利的增長 而看回本身的應收貿易賬款方面 好像升得多 有19.5% 其實你都見到 應收貿易賬款其實都會有一定的數額 尤其是做豪華汽車銷售這方面 例如我是一個顧客進去 想買一輛Benz 其實不會立即給到你 也見到很多時候 例如一些很特別的版本 例如AMG的版本 或是你買一些跑車 例如集團友代理Porsche的品牌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人手做 這方面可能訂貨後 也都可能等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才會拿到車 所以他們貿易方面的應收賬款 會持續保持著 但現階段都是一個非常健康的水平 所以你會見到 四項的細數來說 我都會覺得可以總括給大家聽 業績表現是挺亮麗的 業績表現亮麗 大致乎買車的情況 好像有一個放緩的跡象 我們看看下一張圖表 首先看到在2007年至2010年 表現都不錯 藍色巴也代表了 一路增長趨勢都很平均 而且複合年增長率 都有四成二 到了2011年、2012年 增長好像有點放緩 而且可以留意到 用紅色巴代表 在2012年上半年和今年上半年 增長也有一個下跌的情況 而且同比下降是有3.45% 是否那個勢頭好像放慢了 其實看到 如果你說用複合年增長 你去看來看 只不然都有一個高速 因為你拉一個2007年去看 但如果你說看紅色那兩條巴 好像看到 還有一個下降的趨勢在那裡 其實集團的汽車銷量方面 其實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一個下跌的趨勢在那裡 我都會覺得主要跟一個吊倒事件有關 下一幅圖我們很明顯看到 為什麼我們看到一個同比的下降 其實如果你說用一個收入的佔比裡面看的話 其實主要也是一個汽車銷售的收入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的 中高檔的汽車 其實如果你說用品牌去計算 主要是本田或者豐田這兩個牌子的一些汽車來說 其實是有一個銷售下跌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剛才那幅圖裡面看到 按年比較的時候 汽車銷量都是有一個下跌的趨勢在那裡 如果用回本身集團現階段的分析當中 我都會覺得豪華汽車佔的收入來說 都有62.4% 這方面其實我看到 未來下半年 尤其是整個經濟表現回穩的話 我又會覺得對於本身 本身未來集團的盈利增長動力 都會在那裡 現階段來說 雖然看到主要的一個收入來源 汽車銷售收入方面 有一個微跌的跡象 但是其實我都會覺得 未來下半年很多新車推出 再加上經濟回穩 也都看到民眾的消費意欲 比較強一點點的時候 這方面我就不會太擔心 好 那存貨方面又怎樣呢 不如同大家看看 我們在營國網上看到 分別有兩條線 綠色那條線代表全年2012年 藍色那條線代表2013年 2013年來講 一直在綠色線用藍色代表 藍色線一直在綠色線下面 代表存貨比上年來講為之好 左邊的綠是怎樣看呢 看回6月份來講 如果說回存貨 就是用1.5個月的銷量 代表存貨 似乎亦都是 存貨下降都是一件好事 而且圖表上的勢頭都不錯 好事一路都要下去 我們看到 特別向大家分析存貨 剛才也有提及到 現階段來講 大家現在在螢光網上看到 那幅圖是一個內地總 即是汽車代理的一個看法 究竟他們的存貨量是怎樣去看呢 會有一個很高的水平呢 現階段來講 我稍嫌他覺得偏低 尤其是銷量 用1.5個月的銷量 就消化所有存貨 暫時去看回 這個平穩勢頭 如果繼續平穩下去 即是繼續有一個平穩 也沒有特別增長的看法在回到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內地的汽車銷量 由於本身的銷程也挺火熱 我都覺得在存貨的問題 也沒有太大的擔心在回到 除了說本身的汽車總體存貨水平 有一個下降趨勢 我們收窄點去看回中星的表現 下一幅圖我們見到 中星其實都會跟隨到整個行業的發展 我們特別見到 如果用一個按鍊的比較來講 存貨積壓的問題已經是大為改善 你會見到那個百分比 甚至是那個幅度來講 都是跌得挺多的 這方面我都會覺得 除了說集團 亦都是在那個存貨管理 特別是在豪華車的銷售方面 由於可能見到 經濟勢頭在上半年做得一般 亦都是去配合整個經濟表現 在存貨方面不要入那麼多 除此之外 其實本身的燒程 我都見到 尤其是六月開始 慢慢地回升的時候 這方面我都會覺得 對於中星自己來的 特別在成本控制方面 是有挺不錯的發展 所以就是說 因為本身如果你要養一輛車 保持這麼多貨 又要去做清潔 又要去本身 有很多的倉庫空間要去接收 這方面其實對於他們的成本壓力 那方面其實是會有在 所以存貨下跌 是會對於他們的成本控制方面 尤其是今次份業績 為什麼我會看得這麼好的一個主要原因 好 看完這些存貨的數字之後 再看看其他財務指標 可以看看他們的收入 毛利率、經營利潤率 以及純利率 首先藍色那條巴代表收入 紅色那條線代表純利率 藍色代表經營利潤率 以及綠色代表毛利率 毛利率方面是最高的 一直都是在三條線之上 首先看到好像有個下跌的情況 就是2012年出現 三個數字來說 都會有個下跌的情況 但回到2013年來說 這個預測數字又升上去 表現不錯 雖然這是大摩方面的報告預測 但細頭也不錯 問一問 我想了解 接下來的前景 會否可以回到2011年 這些比較高的位置 例如利潤率來說 或者毛利可不可以回到10.3%的位置 我也覺得大摩這份報告 看得比較保守一點 他們預測在2013年的毛利率方面 是9.3% 今次半年已經碰到這個數目 9.4% 下半年經濟回穩勢頭 應該會帶動到汽車銷售方面有個明顯的增長 以及在以往 比如說高峰期 2011年 就賣了很多新車出去 其實當中的一些新車 比如說是一些豪華的汽車 其實如果你說來到2013年 就開始有個維修期 這方面其實都會見到 剛才我都說到的 下一個項目我們會說到 就是本身的售後服務方面 會有一個增長在返道 毛利率也會高一點 所以整體的毛利勢頭來說 如果回應Janet所問的 我都會覺得很大機會可以回到2011年的水平 甚至是更高的 只不過就是說 集團究竟發展的售後服務的速度會是怎樣 也都見到純利率 或是本身的經營利潤率方面 都是有一個平穩的水平 暫時去看來講 跟大家去分析這張圖 這張圖主要是一個長線的看法 暫時來說 我都會覺得中升控股是一個比較平穩增長的勢頭 OK 好 之後跟大家探討第二點的理好因素 首先是看好一些after-sell service 我講的是售後服務 我知道集團的企業理念來講 就是希望中升集團中升伙伴 這句口號來的 怎樣可以擴大售後服務 也叫做營收的表現呢 如果你看看售後服務的表現來講 剛才跟大家分析了收入佔比 其實如果你說計算毛利佔比來說 售後服務方面其實都是相當之多的 如果你說看回本身的表現來講 純粹計算售後服務 要看回內地的市場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現在你買一輛車回來 就不是說只是本身的一輛汽車 一輛機械的機器 純粹現階段來說 其實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就有很多電子的零件在裏面 所以在售後服務方面 我都會傾向不同的民眾 特別在豪華車方面的一些民眾來講 其實我都會相信 在官方的售後服務的需求 會持續地增多 之所以民間普通的一些製車店 很難去製造一些電子的零件 所以如果你說是一個很長線的看法來講 售後服務會成為了汽車代理 主要來的盈利增長勢頭 如果回看螢光幕 我們看到毛利率的方面 你會見到挺厲害的 如果你說看回 集團的總體毛利率是9.4% 但是如果你說只是計 after-sale service 售後服務方面 其實有47%那麼高 如果這方面如果你可以持續加大 或是我剛才衝警的維修期來到的時候 其實對於集團的毛利或盈利水平來講 是可以令到它更上一層樓 之所以如果計算同比增長來講 其實有24.3%那麼多 這方面其實我都看好 下半年發展勢頭可以令到純利方面 可能比現階段3.1%的增長更高 看見到最新的毛利率去到4.7%那麼多 因為說說集團整體的毛利率來講 都9%多一點 真的很好賺 說完這一點之後 看看第三點 說集團都會拓展更多的網絡 或是店舖去賣更多的車 現在看看總共共有163間 就是銷售的總店數目 沒有那麼多 首先當中來講 看看東北方面 可能說回北京方面 反而中高端品牌的廠商來說 買這些品牌的廠商來說 就比較多一點 有 33間廠商 之後可以看中間一點 就是數字比較平均 华东方面,可能就是上海 两个数字都比较平均 富豪品牌的店铺有17间 中高端的品牌有26间 如何看待这个趋势? 你会开几家店铺? 如果看集团纯粹是豪华品牌和中高端品牌 你会发觉纯粹是业务规模 不要计收入 其实中高端品牌,即是Toyota,丰田和Honda本田的店铺 是更多的 当然,豪华品牌的收入战比较多的时候 我会集中看豪华品牌的发展 上半年,因为日本钓鱼岛事件 再加上中国经济又不太好 他们没有开店 在初半年只开了三间,一间就是豪华品牌 两间就是中高档 其实集团也有提及到 本身未来都会有一个很大规模的开店的部分 也看到有30间的4S店 其实是陆陆续续地开张的 只不过是不是全部都下半年? 未必是的 但很明显我们看到 在下半年开店步伐这么高 我都会憧憬来销售情况 有一个增长在那里 这方面 其实主要我都会觉得 开店为何开得这么多? 下半年其实是在捕捉新车的热潮 我都会去抽了集团其中两个品牌 都会推出一些比较重点的汽车 大家在香港都会见到的汽车 跟大家介绍 如果说看Benz那方面 其实Benz这个品牌 在内地其实也是很多人熟悉 其实看到集团也已经 发布了 E-Class的Facelift 在前面也有一些车款的改变 在8月底就已经会推出 这方面如果你从Benz的定位上来说 有C,有E,有S E系列这个品牌其实都见到 也都是集团 尤其是Benz方面 其实是一个主要的 营销的一个对象 另外一方面 集团最高档的S-Class 也都会在2014年方面 推出 这方面作为集团最高class的汽车 这部旗舰汽车推出 我都会相信是带动到 中升控股方面的销售情况 尤其是预订的方面 是会比较多 除了本身 Mercedes-Benz Benz方面有一个新车销售之外 中高档方面 我们都会看看 下一版我们见到 也都见到 Toyota 丰田 和旗下 高档的品牌 零字方面 也都会有新车推出 也都在Toyota方面 准确捕捉 SUV的市场 也都推出他们RAR4系列 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另一方面 在零字方面 中高档仿车 ES方面 也都会推出 混然版本 即Hybrid 有电动 这方面 你会见到 不是在买汽车的广告 但问题就是 本身对于 我觉得下半年 尤其是 这么多重点 大家很为人熟悉 也都见到他们 全新设计的车款 推出的时候 我相信 对于中星 下半年来说 亦都见到他们 配合 有30间 开店的步伐 那个盈利 是很值得去 衷敬 好 Harry 其实 可能 汽车代理的股份 或者这个板块 都有很多 有没有说 什么特别原因 会推介中星呢 怎么说呢 因为那个行业竞争 都非常之大 而且 在这个模拟率方面 都争得很紧要 我们见到 其实这个品牌 亦都见到 这个行业来说 其实 本身 除了 刚才说到 亦都很提及 很多 My Benz 这些品牌 其实就不仅是中星 那个行业竞争激烈 是一个风险因素 所以 虽然说的 售后服务 我觉得会推升到 那个 模拟向上 但是模拟率 会不会大幅上到 10% 12% 这些水平来说 行业竞争 是会令到 模拟率 有一个 售压的阶段 在那里 而本身 为什么我会推翻 中星这只股份 除了说 你看到 如果你说看 本地市场 有正通 有保龙 有很多 不同的股份 去选择 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是觉得 特别是 看他们当中的品牌 有哪一个品牌 汽车下半年的销售状况 又或者新车推出的步伐 比较快 所以我选择中星 亦都见到 他们旗下品牌 亦都是多些新车推出的 这方面 我都会觉得 行业竞争激烈 这个就不太厚非了 但是暂时去看 我都会觉得 对于 销售 整个来地汽车市场 承车市场 承车市场 有一个扩展 在返道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对于中星 作为一个持份者 应该是有 挺利好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 当然 就是说 豪华车的 销量 会不会受着 三公消费的打击 或是中央反贪腐的情况 会有个打击在返道 这方面 大家要留意 会不会推出豪华车税的措施 这方面对于中星控股 是有一个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刚才说到 30间4S店铺 每间4S店铺 就不是只是在买车 放一架车 给大家选 又要供应当中 可能有些咖啡店 又会有一个洗车的服务 甚至换有服务 每一间4S店开的 其实本身的 营运成本 或者资本开支 也都相当多 我都会相信 第三个风险因素来说 就真的看回 如果30间店铺一起开的话 在营运成本上 会不会有急剧上升的压力 这方面要及后等待 集团下一份业绩 才会看到 还有一个问题 问问你 因为我看到PE 如果比起这个版法来说 可能偏贵了一点 正通气车1728来说 PE都是14倍左右 刚刚你推荐这个股份881 PE就20倍 会不会稍然贵了一点 如果你说正通来说 就在买另一个品牌 在宝马方面 宝马的销售情况 如果你只计两个品牌 跟Benz来计算 其实应该是做得好一点 我们看到 但我的问题就是 现阶段已经买得这么好的时候 下半年 现在高速增长的势头 是否保持得住 我有个怀疑在 另外一方面 中星控股 没有跟大家说的 就是他们刚刚开始 拿着一些电动汽车的品牌 其实我都会控 我如果纯粹计算 一个PE来说 我觉得 在品牌的数目上 亦或是 在未来的新车销售情况 我会反而给产品牌 所以我会看好 中星汽车 比其他股份 最后一条问题 部署策略 如果要买的话 有什么价位 我看到你写现价 现价买的 我都会觉得 如果你捉住 这个势头来说 我觉得现阶段来说 集团股价的走势上面 亦都有 一个平稳回升的趋势 现阶段 如果你看现价 就是10个月6 我会看到目标价 大概是在先前的高位 其实我们都说 冲敬毛利率 回到2011年的水平 我都会觉得 目标价可以定在12.8 只蝕位 就会放在8元 这也是 之前 7月的低位 以现阶段来说 我都会看好 集团的表现 尤其是 业绩应该是 支持到股价向上 我都觉得这个股份来说 是其中一个职业股 好 谢谢 多谢 Harry给了我们一些提示 节目时间差不多 做分申报 本身这股份有没有拿着 没有 谢谢你 我们休息一会 想重温节目浪文的话 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 网址是www.pschannel.com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直播环节 别走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